好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國內非常傑出的一位比例專家 常永傑博士 大家給他歡迎 這個常博士在比例方面 就是有非常多年的一些經驗 也曾經得過國內各大的新聞學班禮獎 是一位非常傑出的班禮獎 他本身是國內的師範大學班禮獎所的博士 也曾經在很多大科學上教的班禮獎課 也曾經得過梁錫秋文學獎的優選 非常不容易要是文學班禮的首獎 今天我們很榮幸地請到他來跟我們講 中英班禮的一些對應問題 中英班禮獎 我們現在就把時間的教育演講完事 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這個內容其實很簡單 我主要是從這些比較簡單的東西來帶出 讓同學留一些基本的翻譯概念 前半段會算是比較輕鬆一點 後半段的話就是比較元素一點 我們從輕鬆的開始 現在同學你們這些學期可能都是第一次接觸翻譯 那當你想到翻譯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想說 翻譯不就是中英兩個語言的話 不是中文翻譯 我現在翻中文這叫翻譯嗎 那其實我現在一開始要先跟同學介紹的就是說 翻譯的內容其實比你的想像可能還要管很多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所以我現在第一個先帶的就是 翻譯到底它的內容有什麼呢 那我就從廣義的翻譯來講 其實你們在大學上的不管是什麼學 不管是什麼學科 都是有分廣義的學科的定義 跟俠義的定義 譬如說你去上經濟學 那經濟學他就說 什麼叫經濟學呢 廣義的經濟學是什麼 那俠義的經濟學是什麼 那其實翻譯也是有這樣子的區分 那我們一樣講的就是說 廣義的翻譯有哪些內容呢 我是用這個Roman Jacobson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語言學家 他提出來的 他廣義的翻譯主要有三大類 那第一個是叫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那這個Interlingual Translation的話 你們看這個 看它這個字根 你們有學過字手字根對不對 那你們看這個字根 它這個Inter 其實就是Between的意思 那這個Lingual 這個Lingual的話 它是跟Tom 跟舌頭有關係 那因為語言一定要有 要有舌頭才能發音到 所以這個Interlingual 這個Lingual 它就是變成跟語言 意思也是相關的 所以Interlingual就是說 是語言跟語言之間的翻譯 所以這個就是一般 我們一般人想到翻譯的時候 馬上就會想到的 英文跟中文之間的翻譯 英文跟德文之間的翻譯 中文跟法文之間的翻譯 這些都算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這個大家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下一個 第二種翻譯叫做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好 那你們看看 這個第一種跟第二種的差別 是不是在前面這個 intra這個字根 好 那在場同學 你們告訴我這個 intra是什麼意思 內部的非常好 所以同學對這個字根 非常有概念非常好 那intra就是內部的 那所以這個 Lingual Translation 是語言的話 射道跟語言 那什麼叫做語言內部的翻譯呢 有沒有人想到說 咦 什麼叫語言內部 因為剛剛畫語言是兩種語言 那現在語言內部 那意思不是就是中文裡面要翻譯 那我們中文不是大家都互相都懂嗎 為什麼需要翻譯呢 有沒有人想得出來 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需要內部的翻譯 所以剛剛同學有講到古文是不是 所以說古文跟現代文的翻譯 文英文跟白奧文的翻譯 好 這個同學提的這個問題 講的這個非常好 這個問題我們等一下會再講 這個我現在先不要說 那我現在跟同學講說 其實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其實你們每天都在做 自己都沒有感覺 我舉一個例子 像譬如說好了這個 如果說男生要跟女生求婚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老胖的教導人說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或是我們結婚好不好之類的 對不對 那假設說現在呢 有一個男生他跟這個女生交往很久了 那他有一天在這種花號月圓的時間 那很感性的時候 他跟他說 那男生跟女生說 跟我一起過日子好嗎 好 那你看看這個意思 跟求婚意思一不一樣 一樣對不對 那你看喔 女生聽得懂她是在求婚嗎 聽得懂對不對 你不會覺得說 是要跟他同居吧 只是同居而已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會知道說 他不是要跟你同居 他是要跟你結婚 因為你有翻譯 你把他這個 跟我一起過日子好嗎 這句話 你翻譯的 你翻譯的意思就是 你願意嫁給我嗎 對不對 這就是 你就是有經過這個翻譯喔 好那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是剛開始就是 我這一代跟你這一代的代溝喔 你們講的話 有的地方我聽不懂 會有誤解到 就有一次 我就問這個同學說 等一下你要不要去上翻譯課 結果這個同學說 這是個好問題耶 然後我那時候 剛開始我聽不懂 我就想說 這個問題 為什麼是好問題 我問你 我問得多高明多好 為什麼是好 對 然後後來就另外一個同學就說 老師啊 他的意思就是他不太想啦 那你看看喔 這個台學他來說 這是個好問題的意思 他不太想意 他是不是要幫我做 語內的翻譯 對 OK 所以這個 像這種東西 你們每天都在做 只是你們都沒有 你們都沒有 都沒有發現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喔 我打電話到你家 我說 欸小妮亞你媽媽在嗎 然後 你會不會只跟我說在 然後就跟我說下一句話 不會對不對 你一定是說 在啊等一下 或是不在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會說在啊等一下 因為你會 你會來翻譯說 我說你媽媽在嗎 我不是只問你媽媽在 我是說 我想要跟你媽媽講話 你可不可以去叫你媽媽來跟我講話 所以你們都有在翻譯時 你們都不知道而已 這就是語內翻譯 那所以 像譬如說 有一個很好玩的事 我們以前 那個 我們以前那種比較流氓的時候 想要 想要找那麻煩的時候 我說你不要 要給你好好照顧一下喔 你不要 要好好照顧一下喔 字面上是說我要照顧你啊 可是對方聽的會很高興嗎 不會 對不對 因為他知道他完蛋了 那你們現在 年輕一代的比較文明 你們年輕一代用的話 我聽說是這樣 就是說 我改天了 請你喝茶 跟你好好聊一下 你們的意思 其實這個意思也是說你完了 對不對 對方聽了也知道說我完了 對不對 所以像這個都是你們對我經過翻譯 這就是語內翻譯 語內翻譯 你規定是幫別人翻譯 也許是自己在詮釋對方的意思的時候 這是一種翻譯 好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我們來看第三種 第三種叫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這個就比較抽象一點 好 那你看這個 inter-semiotic 你看這個inter 這個字根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semiol 這個semiol 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人知道 這個字根比較難 比較罕見 所以不知道的話是正常的 放上去 不要覺得自己 自己英文不夠好 這semiol 它的意思是符號的意思 是sign OK 好 那所以什麼叫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字根比較是說 是跨符號的翻譯 好 那跨符號的翻譯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這到底是 其實是手語嗎 還是什麼 好 我跟同學來解釋一下 所謂話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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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 我們先跟同學解釋一下 什麼叫符號 同學你們可不可以理解說 語言它算是一種符號系統 可以對不對 我們講話是一種符號 書寫也是一種符號 對不對 好 那你們可不可以理解說 電影也是一種符號系統 他用那個演員的動作 用聲音 用那個場景拉遠拉近 來表達一些 這個導演所想傳達的概念 這是不是一種符號系統 對不對 那美術是不是一種符號系統 是 很多在畫畫的人 他都想表達什麼概念 他用美術這個媒體表現出來 音樂是不是一種符號系統 也是 好 所以這樣你們懂不懂了 跨符號系統是什麼樣的翻譯 假設現在我們把這個 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立葉 我們把它翻上電影 把它改編成電影 你們覺得這雙方是翻譯 算是算是對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立葉的一種翻譯 算喔 就是就公義的翻譯來說 這個也是一種翻譯 它只是跨符號的 那譬如說 我們用音樂來表達某些畫畫圖畫的內容 這是不是算是也是一種翻譯 我等一下會舉例子給你們聽 也算 OK 好 那像譬如說 像那個 你們這場有學音樂的同學舉手 標示一下 好 那你們學音樂 學音樂的話 你們有沒有聽過那個蕭芳 它有四首很有名的敘事曲 對喔 那蕭芳的敘事曲就是 你看它所謂的敘事曲就是說 它這個曲子它是來講故事的 OK 那所以這個曲子 你可以說 像譬如說它有一首 有人會詮釋說 它是在描寫那個白雪公主 跟七個小奶的故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說它是在對白雪公主 跟七個小奶這個故事 來進行一種翻譯 它是用音樂來呈現 這個也是一種很好的翻譯 好